莫吉 莫吉你好 谢谢你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 这个女孩 她什么时候可以有姻缘 哈哈 第二个就是 我想她帮我翻译 她说她活了这么久 现在六十多岁 好像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 现实生活的担子已经没多少了 好像是要过自己人生的时候 已经一年多了 但都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方向 她的频率现在在哪里 所以要问一问莫吉 谢谢 谢谢 我先从她的生活应该怎么来过来讲起好了 现在其实你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好像什么都已经过了的阶段 就是什么都可以放下 家庭也可以放下 什么都可以放下 好像没事了 没什么事了 但是 这时候 又不知道要干嘛 这个时候 其实最适合就是来探讨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你人生很值得去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是 我不是一个妈妈 我不是一个什么身份 我也不是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职位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放下了一切的时候 我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目前最可以享受 最可以探讨 也是别人没有办法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跟去享受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就是要做就把它做到彻底 彻底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待在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 或者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我就单纯的存在着 我就存在着就好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都没关系 我只是单纯的存在着 那有些时间 你也不用去听音乐 也不用去看风景 也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单纯的存在着 那这样子会是什么 你最有时间去探讨这个 那这个你会从其中 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很多的东西 你会从那个当中去明白 你以后的人生要怎么来度过 所以你应该找一个地方去沉淀自己 让自己完全单纯的存在着就好 就是这样 频率 你的频率其实不是问题 你的频率现在是300多 但是你提升频率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的频率没有办法去估计说 你现在频率应该是多少 你最近频率提升的速度还蛮快的 所以不用去担心频率这个问题 你频率会很高 那另外旁边这位女孩哪时候有姻缘 现场有单身的男性 要不要今天就认识一下 其实你的姻缘应该来得很快 不会很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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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